我當那個那個靈腐機長派給我那個直升機 有經過這裡拍到的 已經留在了 那以前三四十年前 我做了調查的樣區在這個地方 後來你看整個不見了 都繞過了 都繞過了 你看 兩個地方都繞過了 以前的被告的也是神社 就是在這裡投影了 後來又有一個糧田 現在又不一樣了 又翻新了 這個是舊的糧田的時代 那以前的上面整個是這樣的 現在的糧田是這樣的 這就是對高頁健康步道上去 那這個有往對高坡 對高頁對高坡 這個就是現在的步道 你改進很快 跑來就跑了 在這裡有這個對高坡 二四六七 其實它不是一個坡 我怕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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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山頭 就在這裡運營 就在這裡運營 然後步道做的日子 沒有人要走 差不多不然他們來 那三個地去看這裡 差不多都被去看 我去了兩次 只有碰到一個外國人回去 好奇怪喔 那個西方人喔 你在台灣的一些 很荒涼的地方都會看到 那台南都不去 人家外國人會去看 看地圖去追 然後那裡有一片 1937年 潛台灣唯一的冷山造了一地 這個是日本人做試驗 把高海把冷山降下來在阿里山做 我一直很想去調查這一片的結果 因為這個是沒有人做過這個研究 那裡可以看到那個整個這個塔 對高越山崩下來的 這一次是八八大便的時候也崩下來的 有一個地方 這另外一個山頭放到外國刺激 最好就是要到這個對高越山崩 OK 這給你們看看 反正都會 那上面有那些該算盤 然後附和林 這是日後的 然後走下去 民國七十七年一條 測量點 然後下來到對高越車站 對高越在這裡 這裡也有一個解說台 專門解說 也是在這裡看日出 對高越的觀景台 跟柱山公路是交叉 是要出來的 是要交叉 OK 然後接著我們到大塔山 第三天大塔山 從走米葉線過來 這個就是以前 從西陀走到阿里山的 最後在這裡收門票 這個店一定 我最少的信仰 這是岳俠的爸爸 就是最後在這裡收 現在當然都不見了 這個樓逼 樓逼 一後來本來那個店很漂亮 在二零 兩千年以後 錢太多 就把所有的這些樓樓都拆掉 然後就架上整個那種 那個 你們現在看到 兩旁都是做得很乏力圍起來 就是以前的味道都不見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爬到大後天 後天要去大塔山的時候 整個步道 原來是符合人體工學的 自然的步道 那現在都已經又花很多錢 做了階梯 一階一階 總共從登山口 爬到山頂 兩千七百三十四階 兩千七百三十四階 你們不信去算看看 看誰有耐力算得出來 校正一下 我講的對不對 那這個是當時我們在量 從登山口開始往上 總共1.7公里而已 1.7公里 把他身高差不多幾百 快要五百 沒有啦 現在就是都這樣 現在已經都破了 這樣還要走 以前呢 因為平台 平台在那 以前有這個台 最好一段 就是以前 經典的時候的步道 這個是階梯步道 你看看 我跟你說 我以前 1982年 跟葉霞上去的時候 我在那邊拍攝錄 上面就說有兵子在裏 結果我去的時候 兵子都來睡 只有兩隻在那裡 在那裡 那如果兵子上來 說跟我們看到 我說 我要去 結果給我沒收 我說 你不要給我聽到 你拿去洗 洗出來 如果我來去 你們想要違規什麼花歌 你找我 沒有關係 如果沒有 拜託你 把再寄回來 我辛辛苦苦在調查之 多少錢 什麼的我付 後來有幫我寄回來 這是上來 這個是步驟 再回味一下 整個阿里山 到底什麼是阿里山 是櫻花 是梅花 是什麼 因為我們下山 嘉裕最有名 就是雞肉飯 火雞肉飯 火雞肉飯 還火雞的 但是我恰好有一次吃火雞 就覺得他的姿勢不帶啞 怎麼那個 其實 你們很累了嗎 很累 好 那就看到睡覺 明天呢 去的 四號 你們要補充 谢谢大家